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398位的伤者住院治疗 其中有213人病危 而当时 全身有95%烧烫伤面积的黄伯伟 由于伤势严重 父亲曾一度问他 想不想到天上当天使 不过黄伯伟挺着身体的剧烈疼痛 不断向父亲摇头拒绝 而为了求生 他决定双腿膝下截肢 避免出现败血症 22岁的黄伯伟个性相当活泼 喜欢看好友相约出外游玩 但是却因为巴仙沉暴意外 造成他三度灼伤 全身烧伤面积达95% 日前黄伯伯探视他时 忍着悲痛问宝贝儿子 是否想去另一个世界当天使 当时他摇头表示想要活下去 后来院方帮他装上叶克膜紧急救治 但是经过17天后 医师发现他的组织严重坏死 因此周一中午帮他做了双脚膝盖截肢手术 医师表示黄伯伟的求生意志相当强烈 手术后心跳血压都很正常 已经将叶克膜移除 不过他截着后伤口变大 必须等大体皮肤等肤料暂时覆盖伤口 也怕有后续感染问题 所以还必须在家户病房观察 而来自日本的六位烧烫伤专科医师 也特地到新光医院探视伤患 提供日本的治疗经验 我们有的时候要下那个决心 非常的困难 但是他跟我们讲说 他们的以前的经验 要下那样的决心 就是看似要活命 还是要把这个烧伤的地方减少 而六位日籍医师也分别写下祝福的便利贴 为承报伤患加油打气 新光医院院长侯胜茂 转述日籍医师意见表示 日本从来没有过大批烧伤患者收治的经验 因此他们这次来台 除了提供专业咨询 也让他们可以获取宝贵的经验参考 记者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是 士林地方法院昨天裁准对八仙 陈报案的两名被告 丸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 和瑞伯国际负责人周宏伟假扣押 但是在清查之后却发现到 两名被告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 陈报伤患恐怕会求偿无门 自由时报报导 士林地检署检察官蔡启文 昨天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假处分 希望可以冻结法务部长罗银雪的检察官人事调整案 再来看到联合报提到了 经过了17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 欧元区领袖跟希腊达成协议 确定希腊会继续留在欧元区 并且同意给希腊新一轮 三年820到850亿欧元的贷款 经过17个小时马拉松高峰会 欧元区领袖达成一致协议 将会给予希腊第三次纾困 并且让希腊续留欧元区 欧元集团主席戴松布伦说 达成共事的关键在于重建信任 许多改革条件还需要希腊国会 立刻展开立法 全面落实承诺 欧元区财长也将立刻开始讨论 提供希腊一笔过度融资 好让他们在七八月 先向欧洲央行赎回七十亿欧元公债 主张竭尽所能留住希腊的 法国意大利等国对此表示欣慰 而原本态度强硬的德国 总理梅克尔也表示 不再需要拿出希腊脱欧的B计划了 必要时会提供希腊更长的 长债宽限期与还款期限 但是希腊必须彻底的改革 重建信任关系 就像换个新发型 光修一修是不够的 这次通过的纾困方案仍然包括严格的准结与改革 包括增税 删减公务员福利跟退休金 还要提拨五百亿欧元国家资产私有化基金 独立信托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 他做了艰难的决定 但为希腊争取到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免去了扼杀财政与银行体系的计划 也把五百亿欧元信托地点从卢森堡改回雅典 接下来他必须说服国会中反准结强硬派的党内同志 在礼拜三前通过这份协议 欧元集团其他国家的国会才会开始讨论 是否同意给予希腊第三轮纾困 记者是会中报道 同样也深陷债务危机的苗栗县 行政院长毛智国与财政部等开会之后 决定要介入苗栗县政府的财政运作 但是不可能拨任何款项给苗栗 后续会交由主计处 也拟出一套协助机制 得到共识之后开始实施 苗栗县府发不出员工薪水 七月薪水没有着落 算算县府得支出十二亿 但资金缺口就八亿 更何况县府已经负债六百四十八亿 要缴房贷 咖啡 县府含文到那个银行 有没有 申请 然后薪水连了之后我再缴 因为现在没有钱缴 我们供给时间 我都接受 县府没钱县长需要唱罕穷 13号再度向行政院求助 并且送上七十亿 财政改善方案 希望七月底就能发出薪水 行政院长毛治国 十三号也紧急开会 经过精算 苗栗下半年税收九十九点九五亿 扣掉人事支出六十三点三亿 和行政支出十三点八亿 还有二十二点八五亿的余款 因此行政院认为 只要苗栗县政府同意 将县府支出的顺序 调整为人事优先 行政第二就能解决 中央在法令上是不可能拨任何新的款项给他们 至少如果我们可以介入的话 我们会强力的要求 第一中央跟第二中央一定要照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由中央的高度来介入的话 我想他们会更了解 我们苗栗县财务到底恶化到什么程度 要介入到什么阶段 要介入到什么层级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配合 史上第一次中央介入地方运作 行政院强调不会给钱 也不是接管 是介入管理县府的金流和财政 并由逐气总处 沿拟一套协助机制 至于其他县市解决缺钱困境的方法 像是新竹县市利用融资平台 向银行贷款纾困 过去也曾有县市向中央提出 提早播发统筹分配税款的记录 记者综合报道 苗栗县政府发不出薪水 引发批评 不过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在脸书上发表一篇 台湾不是希腊的言论 说高雄市平均每人负担的债务 才是全国第一名 对此高雄市政府出面回应说 拿高雄市跟苗栗县来做比喻 就好像是拿台积电比杂货电 根本就无法比较 苗栗县政府财政问题被民进党批评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今天上午在脸书也发表说 台湾不是希腊 高雄市债务未长余额为两千三百一十二亿元 苗栗县为两百三十二亿元 而高雄市民平均每个人负担债务为九点一四万元 是全国第一名 苗栗县则为七万元 全国第二名 这是部分朝野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但洪秀柱这么一说 高雄市政府下午随即出面 说两者无法比较 就像我们看一家公司一样 台积电不能跟杂货电比 高雄市财产是负债的五点多倍 但是苗栗的财产只有负债的一点一倍左右 近几年高雄市亚洲新湾区的大型建设 持续进行 轻轨也即将于今年上路 还有大型活动的举办 让高雄市长城局的施政满意度居高不下 但是不免有人质疑 是不是因为这样花钱 高雄市财政才会负债累累 从民国一百年到现在一百零四年 那我们中央给我们的补助款 已经累积少了六百三十亿元 有许多政策属于中央请客 地方买单的情形 特别是总共这些政策 对高雄市财政影响 大概有一百二十六亿元之谱 高雄市财政局表示虽然直逼举债上限 但是也拟定了开源截流的财政计划 空管在市长任期内 要保留约两百亿元的举债空间 以应应未来使用 记者国财宴陈显坤高雄报道 正在出访的总统马英九不断重申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在两岸关系上的重要性 对于民进党总统参选员蔡英文的维持现状 马总统强调现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都在宪法当中 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参选人 照宪法来做有什么好犹豫 抵达多米尼加第二天的早上 马总统起了个大早 沿着加勒比海岸边跑步 随后跟媒体共同吃早餐 马总统强调不论是台美关系 还是两岸关系 都秉持低调零意外的原则 防美规格也变得有弹性 其实后来是他们跟我们讲 你不要老是待在旅馆里面出来走走 所以可见人的互信建立之后 其实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商量 马总统这趟出访 不管是过境美国Boston 还是访问友邦 都不断重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在两岸关系上的重要性 对米其党总统参选 蔡英文的维持现状 马总统强调 这个现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应有所指 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一直很纳闷的 因为我们现在 不管是不同不独不舞 不管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它的来源都是中华民国宪法 那不管是谁 如果你竞选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知道中华民国宪法 你这样来做 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马总统表示 虽然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像是老生常台 没有新鲜感 但是有安全感 对于一中各表 和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之前所提的一中同表 马总统认为 含义都相同 只是文字上的不同 一中各表 它的特色呢 就是有同表 有各表 同表呢 就是一个中国 各表就是各自表述 换句话说 它的文字是落实了 所谓 求同存义 同的部分是一个中国 义的部分是各自的表述 那这样的话 我说为什么 一中同表没有译出 一中各表的范围就这个样子 但是呢 当你解释不清楚 你还是回到一中各表 比较可怕 马总统这番书法 朋友帝红旧处之前 一中同表解套的意味 这对红旧处强调 时间允许的话 想到美国访问 态度有些转变 对于红旧处 是否需要访问美国 马总统强调 美国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没有太大疑惑 还是维持一贯基调 要不要访美 见仁见智 就看参选人的时间 介绍联系朋友组 多明尼加采访报导 教育部课纲微调 引发许多 高中生的反弹 昨天下午 有三十多位反克纲的学生 前往国教署抗议 并和署内人员 发生推济冲突 学生表示 如果教育部不愿意 积极回应学生们的诉求 把克纲撤回或暂缓实施 那么抗争就不会停止 三十多位学生抬起铁门 直接往国教署里头冲 大批警力迅速抵达 将学生区隔在门内门外 中途还发生严重推挤 导致有人挂彩 甚至连铁门都变形 北部中部地区的反克纲联盟代表 今天下午请往国教署抗议 希望教育部和国教署 可以撤回新克纲 或者是暂缓实施 学生们喊口号 要求教育部释放冲入国教署的 实名学生 同时并派官员直接对话 不要淫意孤行地遮盖台湾历史 更不应该黑箱作业 而是要纳入多元化的声音 先就课竿我们并用 我们尊重 尊重每个老师的自主的选择权 那第二个就是有关课竿的相关的差异 我们不列入 不列入整个大学考试的范围 将来课竿的检讨我们要启动 建议教育部回应 学生代表认为内容和之前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诚意沟通 因此这一次的冲撞只是前菜 未来绝对会有更激烈的行动 要让政府知道学生们反黑箱客缸的决心 记者曹晋秋福财会报道 您家里的水表有准吗 台北市一家餐厅 日前收到了水费账单 发现今年的生意比较差 用水量比较少 不过水费照常跟往年一样多 觉得不太合理 结果申请鉴定之后 才发现是水表不准 一口气退了一万三千多元 将水表价在测试管线上 接下来打开水位自动控制盘 之后水塔中的自来水 就会透过管线进到水表里 就能知道水表运作是否正常 日前台北市中正区 有一家餐厅往年水费平均每一期两千多元 但今年以来电生意变差 用水变少 但水费却还是两千多 因此申请鉴定 才发现是水表不准 一口气退了一万三千多元 标检局表示水值管线老旧 以及所在地位在管线的末端等 都有可能影响水表的准确性 根据最新的统计 近三年共有两千六百多件 民众主动申请水电瓦斯表鉴定 其中又以电表最多 但不合格率最高的还是水表 一千零九十六件中 有一百七十二件金 一成六有问题 有八成民众是因为水表快转 被超收去申请鉴定 结果真的发现问题 标检局表示每个水表使用年限是八年 民众打开水表盖就可以看到有效期限 一旦发现家用了三表跑太快 就可以向水电瓦斯公司申请现场勘查 并拿着勘查表向标检局主动申请纠纷鉴定 如果鉴定后三表正常没有问题 就必须自费一千三百元到一千八百元 记者维尔沈志明特报道 提到日本知名游戏机 大家一定会联想到任天堂 而这间一度红透半边天的公司 信任社长颜田聪 却罹患癌症病逝 享年五十五岁 凯凯和谈对开发跟游戏的热情 日本知名游戏机任天堂的社长颜田聪 才刚进公司两年就受到前任天堂社长山内普 破例提拔 一年纪轻轻的四十二岁当上社长 他在职十三年来发展出各种游戏机 将任天堂的业绩带上高峰 只是在智慧型手机游戏发展下 任天堂的市场受到挤压 从二零一一年后的三年间 财务陷入赤字危机 还一度重组人事 颜田聪因此在二零一四年 发现胆管有恶性肿瘤 还暂时休息疗养 直到今年三月身体才好转 而颜田聪过时之后 社长的职务将由专精开发的任天堂 专务董事竹田悬崖跟公本帽来接替 记者陈氏同胞道 历经了九年多的飞行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新地平线号太空船 将会在台湾时间 今天晚上七点四十九分 飞过最接近冥王星的点 搜集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了解太阳系的奥秘 根据NASA研究团队的估计 新地平线号最接近冥王星的点 距离冥王星地表约一万两千五百公里 他除了有高解析度镜头 拍摄冥王星的地表 还有光谱仪可以分析冥王星的地质成分 而这个跌星天线 除了负责接收地球传来的指令 以及回传搜集到的资料 还有一个英文缩写为REX的 电波科学实验仪器 当太空船飞到冥王星 背对着地球的那一面 回传讯号通过冥王星的大气层 科学家可以和先前的讯号进行比对 借着两者的差异解开冥王星大气层的谜团 另外太阳系最外围也就是冥王星所在的古博带 当中的大小天体被认为可能是太阳系形成过程中的碎屑 可能有助于了解太阳系的奥秘 由于新地平线号将全力动员所有的仪器搜集资料 数量势必相当庞大 因而无法立即回传讯号到地球 也就是说要在台湾时间15号上午接近9点 太空船恢复通讯以后才会知道任务是否成功 而大量资料要完成下载 供科学家分析要等到明年10月以后才行 记者徐佳仁报道 国内出口连续五个月复成长 各个研究机构还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恐怕饱三无望 行政院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 要在两周之内要提出改善计划来救经济 国内六月出口数据依旧没起色和去年相比 更衰退了13% 不仅是近六年来新低 更是连续五个月负成长 重创国内经济 足迹处下修今年GDP预测 从百分之三点七八 降为百分之三点二八 引发外界揣测 GDP保山无望 为此行政院要求国发会 在两周内开药房 旧经济 我们的石油产品本身量并没有减少 因为价格的下跌造成我们的值的减少 出口短期应该会来协助企业做拓展 以及来在这个资金方面给予他们一些协助 国内上半年出口不振 国发会主委杜子军表示 是受国际大环境影响 加上油价下跌所致 对于下半年出口表现 他认为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反转 包括石化产品与机械设备 出口回温 对GDP保山他相当有信心 我们的国际目标本来预计 今年是三点一到三点八之间 第三季到第四季的部分 会有回温的情况 希望在年底之前我们的GDP 能够维持在百分之三以上 今年度要达到百分之三的经济成长率的话 必须最近要下盟药 贬值的话可以立即效果 现在贬 明天就会有效果了 GDP药保山企业界建议下盟药 台币直接贬值还要数千货帽来降关税 因为不少研究机构认为 一旦出口衰退 国内民众消费意愿间接受到影响 加上美国预计今年升息 这些利空冲击 将不利国内的经济成长 GDP药保山难度不小 记者黄丽伟 张国良 台北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闻通 我们来学学出口怎么比呢 伸出大拇指 再手心往外动 把东西运出去就表示出口 既然首语我们休息一下 事后回来要关心光州世界大学运动会 中华队的总成绩如何 最后离开过好几家公司 那你原来相信的事情 好像也不太存在 使命感好像也没有 政府会拿钱买你 置物性行销 厂商也会拿钱买你 当一个行业人家觉得说 你可以用钱买的时候 你要是怎么看 这个记者这个行业 不可能做很久 而且我们极其又不是说 很小才的 我们是弄大才的 很多人都是康姐 都有一些毛病出来 你会觉得说不公平或是怎么样 可是就能怎么样 你到后来就是觉得说 也许安慰自己 把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在南韩举办的世界大学运动会 赛事结束了 对于原先设定的七斤目标 只差一斤 总共拿到六斤 十二银 十八桶 不错的成绩 世大运首届举办 跆拳道团体赛 中华队派出庄家家 黄冠奇黄运文和林怡清出战 四名女将合力闯进四强赛 碰上人高马大的中国队 双方实力相当 对战激烈 但中华队最后不敌对手 以七比九落败无缘进决赛并列同牌 总结这一届光州市大运 其实中华代表队表现不俗 先是射箭队打头阵 在女子团体赛中 击败地主韩国 抢下第一金 再来有十九岁的跆拳道小将 林婉庭接棒 在女子四十六公斤量级 踢下第二面金牌 中华棒球队以二比零 击败宿敌韩国 闯进决赛 但在比赛当天 因为大雨不停 裁定中华队和日本并列金牌 这也是中华棒球队史上 在世大运的首面金牌 而在十二号 中华队再度发威 网球女将张凯真 在女子单打和女子堂体赛 又多两斤 桌球双雄江洪杰和黄胜胜 在男子双打赛 更是未免成功取得二连霸 本届光州市大运 中华队总共拿下六金 十二银十八桶 算和设定的七面金牌目标 还差一步 但总奖牌数已经超越 上届的市大运 而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首语新闻 我是王孝书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营收四兆 员工人数超过百万 65岁的郭台铭坚持地站在第一线 他的霸气造就鸿海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公司 做任何事情策略清楚以后就要有决断 战胜自己 克服自己所面临技术的问题 日本NHK贴身采访郭台铭的初体验 7月17号中午晚间10点 郭董的晋级 医疗站同样大大大射医疗站 有谁知道这个医疗站里面 有谁在里面 你有可能只有一个医疗制风 不同的一个活动项目会产生不一样的危险性 所以会所做需要做的一些活动规划 一定是不一样的 7月15号周三晚间10点 公共电视